早安 你 wrong这个 太般配了 你就嫁给他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可能之前听过这个名字 他就是之前那一位就是675的这个Trump的这个owner 这个所有者 最近呢他换车了 换成了这台这个Ducati 899 Panigali 就是我现在投出来的这台 是纯白色磨砂漆的这台 非常非常的性感 非常的漂亮 跟1199啊 其实真的是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看到这个车 当你看到它以后 当你听到它的声音以后 也许你会觉得它很贵 它很难驾驶 它不适合你 但是有时候 你的心 已经被它带死了 我当时 骑上这台车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我现在呢 就大概介绍一下 这台Ducati的899 Panigali 这是一台 只骑了900公里的这个 2015款Panigali 可能大家不难发现 它的这个仪表 相比于这个1199 是换成了黑白屏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黑白屏 反而更适合你的这个眼睛的去 去看 不会太亮 不会太闪 另外呢 它跟1199 Panigali的区别呢 还在于 它有就是单边的这个 后差 相较于1199的单边 它是双边 另外呢 它少了一些 Allings的这些配件 比如说这个悬挂呀 前悬挂呀 比如说这个 钛杆 它都不是Allings 另外呢 它的马力减少 从1199 这个190马力吧 降到了现在的这个 148马力的898cc的这个Engine 好吗 它们相同点呢 就是有一样的造型 几乎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后差 另外呢 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驾驶起来的感觉啊 这种 这种很细很窄的这个车身 另外这个很硬的这个悬挂 但是给你很稳定的这种感受 另外呢 这种就是Brambo 这个刹车 给你的这种刹车感 都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强 所以当你骑上它以后呢 真的是感觉就是完全是在享受这种驾驶的过程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这也是就是当他们啊 我几位朋友啊 骑上卢卡迪以后呢 每时每刻每天都在我们的群里面 然后想说出来骑车呀 我们去跑山啊 我们出来溜一溜吧 就是每时每刻啊 都会想着骑车 啊 当你骑上这台车啊 我也说在想 这种感觉有点像这种啊 你去跟一个超级名模 那种世界级的那种名模啊 在约会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啊 当然它很漂亮 对吧 它可以远观 你可以欣赏它的外表 但是呢 当你真正跟它在一起以后呢 你会觉得我需要很多的耐心 去接受它这种比较暴躁的性格 因为两缸车啊 大家知道可能它的这个扭矩非常大 扭力非常大 另外呢 它的这个 呃 这个油门的控制啊 非常的这个 不线性 非常的就是 异密 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需要 很多的耐心去适合它 去磨合它 另外呢 你需要很多的钱 金钱去 去保持它 让它高兴 对吧 你要去给它一些啊 定期的保养啊 呃 配一些这个选配配件啊 呃 让它 做一些比较好的撇花呀 或者是换这个排气啊 这些呢 都是非常耗钱啊 耗功夫 耗时间的事情 啊 另外呢 也许这台车呢 你会觉得 骑干时间 你会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它 但是呢 我真的没办法天天去骑 天天呢 跟它在一起 就是 那种不适合做老婆 但适合做亲人的那种感觉 你懂我呢 这台车的参数呢 它有这个 领先模式 运动模式 和这个赛道模式 现在呢 我查的是运动模式 相对于保守一点 它现在已经是有148马力 但是呢 它的这个油门控制呢 并没有这么的 激烈 没有这么的这个硬 呃 它有八档的这个 牵引力控制啊 有三档的ABS选择 另外呢 它的这个 引擎的这个制动呢 有这个五个档位 可以选择 就是说 当你在低转速 啊 升游门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它给你很大的制动 引擎的制动 或者选择 啊 它几乎不给你引擎制动 让你去用刹车 去减速 另外这台车的亮一点 它包括了 它只有 169公斤 的质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量 感问世界上没有什么车 在899cc的这个排量啊 能跟它相较于它的这个体重 呃 它的重量相当于一台小林者 300的这个重量 可以说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轻 它的原因呢 就归功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 啊 大梁啊 给去掉 它只靠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造型 来hold 整个车身 作为减重 另外呢 很多很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 啊 轮辱啊 包括一些这个 这个减重的这个电池板 啊 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呃 这些呢 就造就了这台啊 神一般的这个899 更适合公路 更适合这个平常的街道驾驶 相比于1199 动力呢 稍微低一些 但是呢 完全能够升任任何的这个路况 和平时的驾驶 好吗 然后这就是我的今天的试驾 啊 黑夜里这个光线不大好 希望有空呢 能够在白天 再给大家拍一拍这个车的这个 啊 更多的这个视频 好吗 啊 我是项银忍者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我的vlog 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吗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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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